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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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做日式咖喱 日式咖喱有時候會見到 去日本會見到一個名字 叫做 黃衰學海軍咖喱 我們逐一部分拆開 你就會明白它是怎麼來的 準備一些這樣的東西 我們才進入黃衰學好嗎 黃衰學其實 就是一個軍事基地 它是接近那個叫做 明治時代 營養殼各樣東西其實 不是說非常普及 海軍就面對一個問題 因為海軍真的在船上生活 他們經常會有 營養不良的問題 在那個年代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怎樣呢 就是看看其他國家的軍隊是怎樣做 他們找到英國的軍隊 就有一道菜 是蠻特別的 而且營養豐富 然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那樣東西叫做 咖喱燉牛肉 然後把它嘗試複製 到海軍的餐單裡面 好玩食譜叫做什麼呢 海軍烹調參考書 因為海軍在船上 不知道星期幾打星期幾 他們就定了逢星期五 就是吃咖喱的日子 話說日本有一家 就是逢咖喱日 即是逢星期五 它就會做咖喱 而他們的咖喱 是大排長龍的 那為什麼呢 他們公開了 究竟他們的咖喱 加了什麼秘密武器 等一下我們煮了咖喱 就會嘗試逐樣這些秘密武器 加進咖喱裡面 看看出來有什麼分別 洋蔥我們撕了面頭那一層 以及裡面那一層 這一層比較硬一點 接著蘿蔔去皮 這裡多的 其實不用那麼多 我們蘿蔔就是 不要太大不要太小 接著到雞肉 或者牛肉 隨你喜歡 我們今天就選了雞扒 就相對大眾化一點 始終可以耐燉的牛肉 其實就不是真的那麼容易買得到 這次大粒一點 因為呢 雞肉呢 經過這麼長時間煮 比較容易縮 那就沒有了 好 那我們就進入煮的步驟了 就不是說亂來的 他們有些方法的 說明我們日式咖喱 就不會隨便買咖喱粉的 所以我們會去買一些日式咖喱粉 基本上呢 是只有這個 這隻是 很原初 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已經混合了這種味道 然後一直這樣傳下來 總之日式咖喱就是比較偏向 他們混合出來的那種味道 還有它本身這個東西裡面 沒有辣味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辣 基本上是要另外加的 看起來很多 但其實實際就不是很多 你看到它是偏黃的 它沒有那些 深啡色那些部分 它比較淺色一點 就看看你想多辣 你就加上你的辣椒粉 我這裡有3g 低火力 慢慢燙一下 你可能會問 真的沒有日式咖喱粉 找不到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真的試 其他地方的咖喱粉 但是你不用加辣椒粉 因為那些多數本身都是辣的 另外呢 如果你真的很想還原日式 那你就直接 skip了咖喱粉 你直接買咖喱磚就算了 我告訴你等一下你去到哪一步 就等於一顆咖喱磚 好 那咖喱粉就炒好了 我們把它放在一邊 那我們就可以把牛油加進去 其實是一個西式的做法 這個真的很好 麵粉加牛油 就是他們的生粉片 麵粉 牛油溶完 然後就炒到它變色 要一點時間的 沒有那麼快的 那些變色其實是怎樣來的呢 就好像那些焦化牛油 你去吃法國餐 法式的烘焙 有時候會聽到這條詞 就是焦化牛油 只不過是把牛油裡的奶固體 那些蛋白質 那些牛奶剩下 那些做到那些事情 好,開始啡啡色就可以準備好了 把咖喱粉放進去 就會得到這個東西 那我們這個再多給幾秒 3,2,1 好香,出了煙 這個就是咖喱的底部 因為它是用了牛油的 基本上這塊東西,如果你裝起來 它是會形成一個固體的 也是我們咖喱磚原本的樣子 用煲出來,有這麼大 這次的東西都挺多的 最終煮了 放少許的油 燒熱一點 好,那你見面被你兩圍煎過 就可以了 接著,把我們其他的材料放進去 炒勻它 多菜類的炒 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去到草青味 煮是會煮滑進去的 但是炒完就沒有了 所以就給點時間,給點心思炒一炒 好,那差不多就可以加上咖喱了 看你喜歡 所以,我們有一點點雞湯 但是這隻雞湯就太濃了 所以我們一半是水 我們有一點黑糖 其中只會讓它變得濃郁的秘訣 你沒有就加糖,但可以少一點 現在看起來就好像沒什麼 如果你是加咖喱磚,基本上你加水就可以了 不用加雞湯 因為咖喱磚只不過是加了很多肉類的調味料 的一塊咖喱粉 接著,鹽 鹽可能會多一點 因為這鍋的東西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煮滾它就會變稠 如果你是用咖喱磚 為什麼有時候會教你 要煮好才放 或者它是最遲落的呢 咖喱磚其實是一塊麵粉 其實那盒東西放進去就會慢慢變稠 你要調到那麼足夠的香味 那麼足夠的鹹味 基本上你就會有機會放多了 那麵粉比例就會太多 就會很容易煮到很稠 很焦,黏底的 由它煮滾 好,它煮滾了 我們就可以蓋蓋 給它一點時間 它慢慢煮 大概半個小時 收小一點火力 那間咖喱店的秘密 其實就是有這些東西的 有些不是的 有些是我新行找的 很多時候日式咖喱會有的 就是朱古力 但不太多 這個一多即死 它會蓋過所有的味道 但是很少的話 它會令到咖喱 比較偏向深色一點 還有有一股很沉很沉很厚的厚度 還有會給它一點甜味 這個就是它第一個秘密武器 基本上你什麼朱古力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少 所以我建議不要一次過放進去 你煮好了才會逐樣加 然後第二樣 都厲害的 它加了職用咖啡 同樣地 跟朱古力的作用 其實是相類似的 我自己試過了 令到咖喱沒有那麼單磅 有些特別的味道 但是一樣 一多即死 你眼前看到 這三樣東西 它們好像沒有共通點 但實際呢 如果你認真一點看 其實它們 是歸類為同一樣東西 就是叫做印度酸辣醬 那它的英文寫法呢 就是一個這樣的 我開始說找 印度酸辣醬 去那些東南亞材料店 就買得到 是不是 就是那些買盈多撈麵的店 或者買泰式咖喱的店 就有了 但是完全找不到這東西出來 然後我再想清楚 印度酸辣醬 是印度的東西 100%有的 也是我最終去了的 那裡叫做重慶大廈 它說明是一個大類 所以打開裡面是超級不同 這個是簡直是中式豆瓣醬 但是加上去是不是不行呢 可以的 OK的 之後第二個 就是應該比較接近 大家想像 或者我想像的東西 簡單來說 它就偏向泰式辣醬 但是它沒有那麼甜 嘩 這樣? 特地去重慶大廈買一支這樣的東西 不是的 這個你就可以在街上買得到 味道馬上會變得很大眾化 好像那些日式咖喱 有那些什麼蘋果 芒果做的酸辣醬 我為什麼可以用兩句來形容到 這個東西的味道呢? 一句就行了 麥樂雞醬 這兩樣東西加起來 都會成功令到咖喱沒有那麼膩 所以全部東西加起來 你看到它們是有一種 各自有不同方向去填補那些空隙 好了 我們煮了大概半個小時了 打開了 1 2 3 嘩 中途呢 你記得回來攪一攪它 不要讓它劈在這裡 因為它有機會會黏 還有呢 記得這個咖喱有一個重點 你現在看到好像比較偏稀 但你記住現在在煮的狀態 它是會這樣的 只要一離開了這個磨 它會稠稠稠的 還有呢 你要預料我們加上去的東西 都會令到它變稠的 Chuculi 你想像到的味道 它都會有它們的版本 什麼羅望子 就是蟹色的酸酸的那種 炒金邊粉那種 薄荷 我想起碼有15種或以上 所以就真的大家自己喜歡了 這個可以多一點點不怕 因為我們會給它一個辣味和酸味 那整匙就放下去了 如果你只可以加一種 我都蠻推薦這個的 這個會令到它很特別的 就是令到它立體了 沒有那麼日式 多了少少特別香料在裡面 然後這個 這個放得多 就有機會太搶的 比較適合不辣的咖喱 我自己覺得它 你看它是好像果醬那樣的狀態 那這個我們加一點 把我們的巧克力放進去 少少就可以了 它就會在裡面慢慢融的 然後你的咖喱會慢慢變得深色 還有如果那個巧克力 加起來其實是有少少 令到它變稠的效果 所以你看我這堆東西 全部都是熄火 最後一樣 即用咖啡 這樣也可以飛起 我也不明白我的手指的構造 就是這樣拿 然後為什麼它可以這樣來地 反身360度 我也不太明白為什麼 COOL 那當這堆東西呢 讓你拌勻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 C-Q-Recipe 的咖喱了 好嗎 那種融和 所有東西都拌勻完 的感覺 立即出來了 如果你想稠一點 你就可以略為煮多一會 但你要記住 小心 如果你的薯仔已經完結 其實就不太適合再煮下去了 或者如果你想煮很久的 可能你是牛肉 你不是雞肉 那肉可能要燉得比較久 那你就要做另一個方向了 在下咖喱粉之前 先煮軟了那堆東西 如果你真的很想 有一顆完整的薯仔 你可以先拿薯仔去炸 或者煎 就是這樣 我們這個日式咖喱就完成了 為什麼我會說日式咖喱 不是橫須賀海軍咖喱呢 說明是海軍 海軍你知道是怎樣 那他們咖喱一定要配兩樣東西 才是為之合理的 白飯 有一點複神跡 就是配菜 黃蘿蔔 那些東西 生菜沙律 牛奶 所以這個東西 真的有健康方面的功能 裝飯 完成 好 那我們這個不正中假的海軍咖喱套餐 就完成了 第一菜 有奶 50ml 怕喝不完 所以浸了那麼少 我們馬上來試試 這個是完全不辣的 很厚很厚 你才會感覺到一點點 而且你看到放涼了 會變得很稠 所以煮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用太擔心 自己做的好處就是 你真的吃得出 不是咖喱磚 完全是一塊咖喱磚的味 你會覺得很新奇 很特別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海軍咖喱市場報告 都是我們網上搜集一下這個搜集 有什麼錯誤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完整一下有關這個故事 就是這樣 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記得like Facebook 歡迎訂閱 還可以加入會員贊助 我們有不同級數 需要你的支持 還有我的 四十四十四五十三片 四十四十四日多了 會有 星期二十四更會有Live 下次再見 拜拜 BYE BYE 哇,可以十幾天了,火鍋咖喱 哇,想什麼都害怕 第四鍋了